小的时候,我家那时还住在农村,村子不算偏僻,却也远远谈不上繁华。 那个小村子带给我的几乎都是美好的回忆,春天撒鸭子乱跑,夏天捕鱼捉虾,秋天去田里逮蚂蚱,冬天去河上滑冰,但只有一件事让我至今想起来都打哆嗦,不由得感慨自己的命运是这么的好。 那是在我七岁的时候,村里有名的俊俏闺女留样的肚子大了,放在现在可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,但是在当时女子未婚先孕,很可能是要出人命的。 我留书留婶,见我一二姐死也不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,不由得恼羞成怒,狠狠地打了她一顿。 这乡邻乡亲围在外面,纷纷大声劝说着,院里的哭声却一直没有停下来。 许久许久,刘淑满脸铁青地走了出来,我透过人群的间隙往里看了看,这一二姐已经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。 我妈看见连说了好几声噪孽呀,捂住了我的眼,把我带了回去。 我呢,却不想回去,因为一二姐不像村里其他的姑娘,一个个臭美地要命, 她老是对我们甜兮兮地笑,真的,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一二姐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漂亮的女人。 一二姐没有死,但是孩子却没了。 她整天坐在村头的那棵柳树下面,一双眼不知道看着什么,老是抚摸着自己的肚子喃喃自语。 村里的人都说一二姐疯了。 原本十里八村的小伙子都为了博一二姐青睐,变着发的来找她,现在却是一个人都没有了。 刘叔一狠心,决定把一二姐嫁给村里的老汉狗蛋。 结婚那天,我也作为嘉宾去那里喝喜酒,结果我最喜欢的溜地瓜才吃掉一半,狗蛋就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,脸色煞白地说道, 老郑儿,你女儿死了。 大家一听这话,菜也不吃了,酒也不喝了,都冲到了喜房。 我们看到,一二姐的胸口上插着一把匕首,身子还一抽一抽的,眼看是活不了了。 好好一件喜事变成了丧事。 刘淑仙一二姐丢了人,连坟都不给挖。 后来,还是在村长的劝说下,好不容易挖了个小坑,买了口破棺材,就把一二姐草草地埋葬了。 就这么过了几个月,夏天到了,放了假的我们像一群疯猴子,窜上窜下。 这一天晚上,在孩子王李小胖的带领下,我们决定玩捉迷藏。 约定好,不能去家里躲,只能在村子外边。 当时也是年纪小,不懂事,胆子又大,并没有那么多忌讳。 李小胖喊开始的时候,我就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去处,坟地。 乡下的坟,多是土堆成的小山状,背在前面,恰好能挡住我的小个。 说干就干,借着月光,我很快就跑到了那块坟地。 月光下的坟地,静悄悄地,青草丛生。 我走到了一块儿背前,坐了下去,心中还暗暗得意,心想,这次你们谁都找不到我。 这时间就这么一点点的过去了,天上不知何时,也飘来了一朵乌云。 乌云遮住了半边月亮,冷风吹在我的胳膊上。 我忽然一阵害怕,不想玩了。 等我走到墓碑前的时候,却傻了眼。 刚刚还一眼就能看见的那条小路,现在望去,周围却全都是一个个小坟包。 一块块墓碑,遮住了我的眼,哪里还找得到刚才的路啊? 我不禁放声哭了起来,哭声回荡在这片地里,显得分外的阴森恐怖。 正当我哭着,脑袋却狠狠挨了一巴掌,我转头一看,是二姐。 二姐牵住了我的手,恶狠狠地说道,哼,混小子,你跑哪儿来了? 爸妈都快急疯了,看回家不狠狠地收拾你。 说话间,便带我走了起来。 这走到一半,我急了,眼前的坟秋非但没有减少,反而越来越密集了起来。 这时我发现有点不对劲,二姐的手也太凉了,这明明是夏天,她的手比我吃的冰棍还冷。 借着月光,我忽然发现二姐的脖子上爬着一个虫子,仔细一看,那是一只蛆。 我虽然小,但我不傻呀,我猛地甩开了二姐的手站住了。 她也停了下来,转过头,不耐烦地问道,怎么了,快点走,爸妈都等急了。 我一急,脱口而出,我,我,我想尿尿。 她不耐烦地摆了摆手,我便趁机走到了一个墓碑旁。 推下了裤子,可是哪里尿得出来呀? 这心里越急,我就越尿不出。 这时,我忽然感觉小腿被碰了一下,低头一看,我差点叫了出来,这是二姐呀。 二姐还是那么好看,虽然她此刻半个身子都在土里,她着急地指了指那个类似我二姐的东西,摆了摆手,又指着另一个方向,示意让我快走。 我犹豫了一下,说实话,当时心里是乱糟糟的,我也不知道我该信谁,鬼有好人吗? 或者说,鬼有好鬼吗? 在妈妈的故事里,鬼是要吃人的呀。 看着二姐脸上的焦急越来越浓,我狠了狠心,还是选择相信了二姐。 我几乎拿出了我吃奶的力气,只感觉封在我耳边,呼呼地刮过。 身后传来了一声惊叫,我没敢回头,抹足了力气向前冲去,感觉像是过了半个世纪一样。 等我回过神来,已经到了村子门口,不知道为什么,大家都没有睡,各家门口的小黄灯都亮着。 门口的刘叔看见了我,欣喜地向我走了过来,而我则是眼睛一黑,晕倒了过去。 第二天,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晌午,我稍微挪了一下,却感觉到一种撕裂般的痛苦,忍不住哼了一声。 在旁边抽着汗烟的父亲,先是惊喜地看了我一眼,然后又是不出所料的一巴掌,骂道,你个瓜娃子,昨晚上你跑哪儿去了? 我委屈地摸了摸脑袋,把昨晚的事儿说了一遍。 父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,把我拽了起来,上刘叔家,先为刘叔昨晚发现了我,说声谢谢。 然后又让我把事情再说了一遍。 刘叔的脸色也难看了起来,带着我们走向了坟地。 白天的坟地不再阴森恐怖,我们几个转了好几圈,也没发现啥不对劲的。 父亲这时也放心了下来,认为我昨晚可能是做了一个梦。 我着急地分辨,发誓,他们两个却只是笑而不语。 正在这时我急了眼,呼地发现了一样东西,忙拉住了父亲,说让他看一看。 父亲和刘叔的眼呆住了,地面上不知何时露出了一只手掌。 惨白的骨架指着西方,而墓碑上的人名赫然写着刘燕。 回到家以后,父亲请来了村里的神婆给我驱邪,强迫我喝了很多的浮水。 然后又出钱请刘叔把燕姐的坟给翻新了。 不久以后,更是带全家人离开了这座小镇。 关于小时候的记忆,我已经渐渐地模糊了。 但是唯独这件事,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 让你开始讨论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